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在12月25号的时候 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上将 应该到峨眉山 到峨眉山去玩 跟几个朋友 愣拍了个视频 这个来祝贺街边小店 祝贺圣诞节 他就是25号那天拍的 那发出来的时间呢 比较晚 到了30号 31号 新年的时候 所以他是故意的 故意制作 故意拍的 故意讲 这个他们要祝贺 欢庆圣诞 圣诞在国内遭到封杀 十字架被强行摘下 或者用火烧毁 地下教会被查封 然后把人给抓了 要判刑 妄图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你只要信教 信宗教 就是妄图颠覆国家政权 除非你要信共产党宗教 共产党宗教就是教堂里头有党支部 如果教堂里没党支部 你就是反党 你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中共把自己完全邪教化 完全魔鬼化 完全以魔鬼的概念 在人间的表现出 借助法律的概念 出现了今天的场面 那刘亚洲 这个以他的身份 这种做法 就是故意挑战 视频我看了 不长 两分不到两分钟 街边小店 花了二多块钱 在那吃饭 然后丽亚洲讲了一番 就是北京人常讲的 听话听音乐锣鼓听声 店面最破 软件 硬件最破 软件最好 看着贼香 有些东西看着最香 吃着最臭 表现的最美 实际是最丑 这是他胡说话 你没事 你说这话干嘛 这不就影射吗 对不对 你在街边小店 变一个小破地 小破桌子 破都不能再破了 就像原来北京早上 或者深圳早上 那个卖油条 那个概念一样 一大破桌子 破椅子往那一堆 那个锅饵瓢皮 什么样都有 上几个菜是什么样的 碗都有摔着七零八落 好吃 给我感觉像吃麻辣烫 给我感觉像吃麻辣烫 四川吧 他这一番讲话呢 他后面就提到说 我有个朋友 他讲说他有个朋友 有人指责我的一个朋友说 天天看手机 一点正能量都没有 天天看手机的新闻 那都是假的 一点正能量没有 那我朋友就质问了 徐才后天天看这个新闻联播 雷打不动 我问你 他有没有道德 这个就是挑战今天的习近平 然后他做了一个 他自己做的视频 这视频以他刘亚洲的身份做名义做出来 就是只能在手机上看 在微信上 微博上 在推特上 他不看新闻联播 我自己也做一个 我自己就是这种手机视频的非正能量的怂恿者 制作者 那新闻联播现在播什么 习近平 看新闻联播的人都是什么 都是徐才后 道德沦丧的人 这是明挑 明干明挑 明干明挑 在圣诞节那天录制这种东西 在新年前放出来 三十一号 三十号 北京是三十一号 明挑习近平 那中共最上层各势力集团 大家就是白刀子进起 红刀子出来 这是明显的 而这种内部的崩溃呢 很多都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去思考 那刘亚洲同样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去思考 他要维护的一切 他要维护的一切 是邓小平过来曾经的年代中 他获利的一切 对不对 那习近平现在做的一切 是把邓小平的改革给他改回去 习近平的改革是把邓小平的改革 坚决改回去 让共产党的本质完全曝光 这就是他的做法 那他的做法就造成什么 大家都得吃素 他刘亚洲就不干了 刘亚洲对比的人是谁 徐才厚前军委副主席 那都是一顶一的 是这一层面相互 竖排放 相互竖模范 相互竖靶子来相互打 那街边抗头的根本就对比不了了 对不对 对比不了了 所以这是今天中国的 在新年意识时的环境 同样在海外 在美国社会来讲 对中共的本身的唾弃和打击 毫不寒恶 自由亚洲电台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美国战略法案生效反制中国 这是立法了 所以当立法 从初概念就完全不同了 川普星期一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 阐述了美国对中台日韩等在内的区域性战略方针 美国将拨砖款来反制中共政权 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的行动 所以台湾在其中 日本在其中 韩国在其中 中国在其中 而这个中共很显然是跟另外三方来讲 是对立的 它是一种生命的对立 所以就才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 作为美国法案 总统签署之后 所有人都要执行法律 军队国民都在其中 包括美国总统 所以这就变成了立法反对中共政权 在这个国际 在亚洲区域中 该法案的目的讲得非常清楚 美国政府希望借此开创一套对印太地区长期全面原则性的战略计划 所以这个法案是在太平洋战区 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改成叫印太司令部 以中共作为战略 中共政权作为战略敌人所树立的法案 每年拨款15亿 加强美国与印太地区的战略盟友间的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每年拨款15亿 每年拨款15亿 给他的盟国 那对谁呢 对的是中共 对的是中共 所以这是一个以立法的方式 把中共对立起来 法案政治中美建交和与台湾关系法生效40年 倾注了相当可观的篇幅 阐述了美国对中共政权和台湾的战略目标 还梳理了与其他盟友的关系 包括日本韩国 泰国菲律宾 澳大利亚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 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重视 并缓和合作伙伴之间的疑虑 所以这个法案是针对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在亚太地区的所作所为的直接的对垒 直接对垒 如果其他国家家在巨人之间 他们选择很难 如果美国让他的盟友 尤其还有一些小伙伴放心的话 这就是定心完事 法案提出美国政府强烈关注 中共政权对中国公民社会和宗教信仰 变本加厉的打压 这个东西是非常关键 公民社会是现实环境中 人自然的权利 自然彼此的尊重 那信仰宗教信仰是每一个个体的天地人 这个人拥有自己的天 拥有自己的地 拥有自己一份生命的尊严 在人的文化中表现出宗教或者信仰 那是他的生命归属 一个人探索自己的生命归属 这是天地间生命存在的含义 中共却把他斩杀了 说你是猴变的 所以你问问中共的领袖 你们家那只猴是长几根毛 你爷爷的爷爷的猴皮 有红不红 你乐 我这不是乐 你今天在社会中秉承着 秉承着丛林法则 你就说你奶奶的奶奶的屁猴皮 又是红的 因为是猴变的 而法案提出 美国欢迎中国变更它目前的外交路线 能够本着负责任 及注重后果的态度 来增进美中关系 负责任 丛林法则不会对任何其他人负责 对不对 结果只有他自己获利 严王爷整小鬼吧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所以他的意义蛮大的 意义蛮大 就是说他的在他的相关法案中 可以触及到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民社会 可以触及到人的信仰自由 杨健力认为呢 美国对华提出的期望反映了对北京当局多年来各种失信行为的不满 那可以这么讲 整了半天发觉中国是一个没有信誉的国家 在所有的承诺里见不到成果 我觉得就这么回事 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猴屁股是红的 你问他讨信誉 他分析现在的政治事务 见过笨蛋的 没见过你这么样的 2019年的新笨蛋 没骂你 开玩笑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